叶天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索,乌克兰大选已经过去一周,政治素人泽连斯基,以绝对优势战胜线总统波罗申科,当选总统,泽连斯基的胜选,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东部,南部民众的支持,这些民众期待泽上台后,能够改善俄乌关系,至少相对缓和当前是如水火的敌对关系。 泽连斯基在竞选期间,也多次表示,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,实现乌克兰东部和平。 因此,国际观察家们普遍认为,泽上台后,俄乌关系会有哪怕短暂的蜜月期,两国首脑在年内将实现会面,东部也有可能长期停火。 然而,泽连斯基胜选的喜悦还未散去,俄罗斯就送了一份见面礼,4月24日,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,简化乌克兰东部居民,获得俄罗斯护照的程序,允许东部居民,在不放弃乌克兰国籍的情况下,申请获得俄罗斯国籍。 根据内务部网站发布的消息,生活在卢干斯克、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居民,申请护照时可免去一些要求,包括流利使用俄语,至少在俄罗斯合法居住5年等,且入籍申请将于3个月内被处理。 普京表示,莫斯科此举并非给乌克兰政府制造麻烦,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的决定。 由于乌政府的封锁,生活在顿巴斯地区的居民公民权利受到损害,无法正常往返于俄罗斯与顿巴斯之间。 根据2018年12月颁布的《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法》,总统有权签署命令,对特定人群简化入籍程序。 同时,俄罗斯法律也未禁止公民同时拥有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。 27日,普京在此表示,俄方正考虑将简化申请护照的范围,扩大到全体乌克兰公民。 对此,乌方反应迅速,一方面敦促东部居民不要申请俄罗斯护照,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遏制俄侵略行为。 泽连斯基表示,俄方此举对于双方实现和平没有任何帮助,这是战争行为,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加大对俄制裁。 但同时他也表示,愿与俄方接触,组织洛曼底模式会谈。 乌克兰危机爆发几年来,俄乌两个同宗同源的民族,历经克里米亚事件与东部战争,关系已至冰点。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,对俄罗斯采取对抗立场,将其定为侵略国,在东部问题上毫不退缩,坚决抵抗。 此外,波罗申科还推动乌克兰退出独联体,东正教会独立,终止俄乌友好条约等。 乌克兰议会还出台一系列法令,禁止俄与媒体在乌国内传播,限制俄公民入境。 为不再受俄罗斯制约,乌克兰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,转而从欧洲反向购气。 俄乌之间曾经紧密的政治、经济、能源、与人文联系几乎全部阻断。 在乌克兰国内,反而成为了政治正确,任何有关俄罗斯或俄族居民的正面言论,都将被怪以通敌叛国的罪名。 在许多东部,南部民众看来,波罗申科的做法有些矫枉过正,忽视了他们的利益,也是对俄乌两族之间世代有益的亵渎。 也正因此,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相对中立的态度,获得了蒋俄与民众的支持,他们期待俄乌之间能出现新气象。 在俄方看来,几年来俄罗斯因克里米亚与顿巴斯问题,受到西方多项制裁,影响俄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。 与此同时,由于与乌克兰之间各项联系减少,乌国内侵俄势力不振,俄罗斯对乌克兰有效影响手段减少。 目前,由于俄罗斯与西方间对立严重,在对巴斯问题上分歧较大,宁斯克协定难以履行,西方提出的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提议也难以推行,东部和平似乎陷入僵局。